看到的這個叫做什麼呢 哈哈 KD100 SPG OK 它原始狀態叫SPG的一支穩定器 那麼這支穩定器原本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經過怪計師呢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萌萌的厲害 再來呢 它幾個功能特色 看一下 好容易的 看到頭頭伸出來了 不要太興奮了 那看看頭頭又縮回去了 不要太開心了 那麼說進去又生出來呢 是這個設備的一個價值嗎 當然不是 是相機的價值 那麼 各位看到 在這個 嗯 怎麼講呢 在這個人力吃緊的年代呢 要自己做節目很簡單 首先呢 我拿個手機 那麼我就可以 做節目了 在這邊 Roon In Roon Out 觸控對焦 錄影 OK 那麼這還可以加裝什麼呢 無線麥克風 對 如果你有興趣要加無線麥克風 請在YouTube搜尋 LX100 控格收音 我們有教你怎麼裝 無線麥克風的 好 那麼這是一種用法 再來呢 雙手持支架嗎 雙手機支架裝個樂靴 來 雙手機支架 雙手機支架 下面裝個 雙螺樂靴 好 那麼我們這樣子用 看 看好 這樣都行的 看你要握哪裡都行的 那麼這裡呢 補光 補一個光 那麼這裡呢 補個行動電源 那麼你就厲害了 好 那麼感謝大家的觀賞 今天呢 KD100 SPG 也就是SPG 我們任何的手機穩定器 只要變成了什麼呢 變成 數位相機的呢 我們都會冠明冠上 KD100這個字 KD100這個字 好來 可以這樣放 你也可以這樣放 那麼你也可以這樣放 都可以的 那這樣放有 有它的用途 有它的好處 好那我們選擇這樣放 那我這樣放的用意很簡單 我這樣放的時候呢 我手機 我這樣可以摸手機 摸手機 我就可以觸控 它的相關的一個位置 好 那麼我接下來呢 錄一段影片 好 那麼教大家 怎麼樣用它 那麼在這個 產品的一個運作上來講 它會變得比較好用 再來呢 另外一個用法 這個遙控器 可以把它扣在這邊 然後迷轉正 我在握的過程當中 我這裡就多了一個遙控器 多了一個遙控器 看一下喔 大家看一下 我遙控器就可以這樣用 上下左右 好非常的便利 好 那麼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明白 那麼我這個視頻 介紹完畢之後呢 它的下一集 就會有這個影片的畫面 來給大家 謝謝 謝謝